天火尊者肉身复活后实力有多恐怖 九星斗宗巅峰竟直接吓尿 在斗阔苍群援助中 就在天火尊者恢复肉身关键时刻 守在洞口的小一仙突然睁开眼睛 随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烈心蓝健壮 心中一惊 不禁问道 怎么了 小一仙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冰河谷的人来了 随即缓缓站起身 沙翼缭绕 磅礴的灰子斗气爆发而出 在山谷的不远处也出现了一大堆白色的影子 这便是恶难毒女吧 突然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道煮着蛇拐的沟楼身影缓缓出现 对此 小一仙并未回答 而他们身上的苏沙之气 也逼得周围的毒气一溜烟就散开了 在感受到对方带头这位老者的实力后 小一仙也冰冷地开口道 果然是斗宗巅峰的强者 冰河谷还真是舍得呀 天蛇长老的出现 让小一仙和新兰都身为震惊 毕竟天蛇长老在忠于修灵显赫 传闻这老家伙不仅实力强劲 而且已经将那冰尊敬 修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寻常斗宗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且此人极其恶毒 每次出手从来不留活口 如今为了寻找硝烟 恶难毒女 冰河谷竟然派出此等强者 那天蛇长老缓缓说道 按照冰河谷的规矩 杀冰河谷长老者 需要被秦桧取除以极刑 发现只有小一仙和新兰的身影后 他也冷笑道 让他二人也出来吧 不然今日老夫不会放过一个人的 新兰担心自己成为小一仙的累赘 选择退入山谷 天蛇长老猜测 硝烟和天火尊者 可能和天毒蝎龙兽大战时受伤了 文言 小一仙也不由得皱眉 这事都被他们发现了 这老东西果然有心门道 而天蛇长老也表示 自己对恶难毒体很感兴趣 死活多年前 他就惨败于一位恶难毒体手中 而后也因此留下了一块疤痕 如今他想要一雪前耻 顺便看看这一届的安难毒女的实力 究竟有多强 三名白衣老者健壮 也不敢多言 随即天蛇长老吩咐 让他们守住山谷四周 不让任何人逃出小一仙望向谷内 见天火尊者的肉体融合尚未完成 他清晰一口气 心中盘算 只能尽量拖延时间 期盼硝烟能加快进度 这时的妖魁率先发动攻击 碰的一声 朝着天蛇长老掠取 小一仙紧随其后 可天蛇长老只是轻易地 利用了一下空间墙壁 就震退八星斗踪的地妖魁 接着又一掌捏碎小一仙的灰子斗气巨蟒 然后闪电般地出现在小一仙面前 一巴掌狠狠杀了过去 他那灰子斗气的防御 就被天蛇长老轻易地摧毁了 使得他猛地一口鲜血喷出 重重地撞在那山地之上 好强的冰尊敬 小一仙的脸颊越发凝重 他感受到体内斗气流软受阻 天蛇长老仅仅随随便便发出一击 便能够将小一仙击伤 斗踪巅峰实力果然恐怖如斯 地妖魁则实汗不怕死 再次冲向天蛇长老健壮 天蛇长老眼中满是不屑 随即一拳击出 地妖魁胸膛处直接被打到凹陷 之后便被重重地击落 打进山壁之中 若非他本身就没有半连生机与痛楚 恐怕光是这一拳 他便是得丧生在天蛇手中 随即天蛇长老也开始嘲笑小一仙 跟上一任恶难毒体比起来 实力还是差太多了 还警告他乖乖跟自己回冰河谷 否则没有好果子吃 小一仙抹去嘴角的血迹 准备解开恶难毒体封印 这是一阵笑声从谷内传出 只见萧妍和天火尊者 从洞中走出来斗尊 感受到天火尊者的实力后 天蛇长老惊叫出声 脸色瞬间苍白无力 毕竟斗尊与斗宗巅峰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 念及此处 天蛇长老立刻撒腿就跑 天蛇长老惊叫出声